师父 只不过是戒什么 戒酒 戒杀生 戒邪淫 戒两舌 对不对 就戒这个五戒 这个五戒其实做人都应该戒的 你做一个人的话 你该偷东西不拉 你能够杀人不拉 杀生不拉 对不对 你能邪淫不拉 你能够偷盗不拉 这个很容易做到的 两舌不应该斑化 对不对 这个都应该做到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做人基本的原则 但是你真的往上讲的话 其实最难戒的 比法师 比他们戒的还厉害 师父连脑子里都不敢想 就是说 有些人 人虽然行为上戒的这些东西 但是脑子里在想 师父是连脑子里都不能让自己想的 比方说 你有贪心的话 你贪心吃慢意 全部要戒掉了 这个是很难的 你说说看 你说说看 现在的人贪心 你说去的掉不拉 就算你没有杀到盈望酒 那你 你这个 这个贪成吃慢意呢 你戒的掉不拉 很难戒掉 是吧 是吧 你说我脑子里没贪心啊 动不动就贪心啊 是 连这个都要自己戒掉 比方说 人家说 给台长 弄一个奖 不要 不要 尽量不要 尽量不要 不为人间 只要对人间 对佛 对众生有益的事情都可以去做 给你一个名 挂一个荣誉什么什么 不要 无所谓的 这些东西只会给自己找了更多的麻烦 对不对啊 对 你挂名 你不做事 人家更要骂你了 所以还是不要挂名好 对不对啊 就这个道理 然后呢 突然之间啊 看见一个什么事情怎么样怎么样 马上想 不应该我们做的 不应该我们得 不要去得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人家跑过来说 啊 卢太长 你这三个名字啊 我想再怎么怎么做点什么什么什么 啊 我可以给你什么什么什么 啊 你可以借给我这个名字 用一个像 像人家登记一个什么名字一样 我们可以开什么什么什么连锁的什么 我不可以不可以 不做生意的 嗯 对吧 你不能贪 不能恨 师父有时候看见很多孩子不好修 我会心里受有些戒递 但是呢 菩萨 学佛的人像师父这种严格要求 马上不能恨 看看他们众生啊 很可怜 你说你去恨他们干嘛呢 对不对啊 这些都是孩子嘛 这些都是 没有方向的 不知道在人间应该做什么的 这个迷失方向的我们的众生啊 所以啊 要尽量教育他们